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侧身并步到后场 找准击球点击球 击球完成后交叉步回中 下面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的 第一个我们在练习退后场步伐的时候 要紧贴着地面移动 上下波动不移太大 不能够这样上下波动太大 还有要注意 我们在练习退后场步伐的时候 是两步到位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些初学者他是三步才能够到达后场 但有些人的话他两步就已经到达后面了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我们建议是练习三步退后场 准备动作 启动并步到后场 到位击球 击球完成后交叉步回中 直接上完挑球 注意 我们在前面挑完球的时候 是先是一个并步回中 并步回中 再转身击球 不能够直接挑完以后 就转身 要先挑完以后 并步再转身退后场 再转身